陈亚兰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她演过电视剧当过主持人 最后在歌仔戏中大放异彩 也终于在自己所认为值得的艺术中 挣扎着拼出了一条路 她几乎把一生都贡献给了歌仔戏 为了把戏拍好 她甚至不惜卖掉自己的三套房子 几乎要破产 下面就让我看起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故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新鲜事 我是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鲜最爆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陈亚兰堪称歌仔戏最帅小生 她从18岁就站上舞台 饰演小生 入行三十几年演出无数歌仔戏 并跨足歌唱 主持和歌人著作等领域 只不过 她在感情上始终没有找到好归宿 但她看得很开 将精力全部投资在自己身上 在恩氏杨丽花的鼓励下 重回校园进修 拿下杰出学生奖 陈亚兰的父母是歌仔戏班出身 后来电影兴起歌仔戏从那一台变野台 团长由爸爸变妈妈 因为总觉得野台随便搭搭就演了 不是高尚的职业 所以小时候她不敢带同学回家 她被耻笑 不过后来杨丽花把歌仔戏带到很高的地位 他们甚至到国家剧院 小巨蛋等地方演出 陈亚兰曾表示 自己在歌仔戏的领域里 肯定是无法超越杨丽花 能努力做的就是传承 陈亚兰在舞台上 岂能展现英气 又能诠释女性的柔美 她致力推广歌仔戏文化 2011年成立陈亚兰歌仔戏团 她制作的《天龙传奇》 获得了新闻局高画质 电视节目补助 使魁北多年的电视歌仔戏 再搬上荧光幕 不久前 陈亚兰以戏剧 嘉庆军由台湾入围 第57届金钟奖 是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 入围男主角将相 陈亚兰入围男主角将相 掀起了一波歌仔戏涉潮 金钟奖主任委员 陈惠玲制作人直言 她演出的《少年狼》 说服了我们 而听到这永如强心针的肯定 陈亚兰接受专访时 高声欢呼喊 以我陈亚兰的心情来说的话 真的好开心 如果是嘉庆军 她会是无声胜有声 陈亚兰开心地说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没有机会 思想还没有到那里 有时候被制约了 但杨阿姨知道 她说时代在进步 大家也在进步 如果是用角色界定奖项 我们就是男主角 我们用演技打破评审 是一件非常值得肯定的事情 她也很替我开心 而陈亚兰还感性地对杨丽花说 入围的是你 我只是你的徒弟 没想到杨丽花却说 你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 可见二人试图知情的深厚 陈亚兰还说 杨阿姨其实颇为严厉 她如果没有说你不好 就是比较欣慰了 杨阿姨不会太鼓励 如果她看已经可以了 就会把时间留在 讲你可以改进的地方 而不是鼓励你 有时候我会想 我真的会被她念叨 怀疑自己没有能力 但是其实杨丽花 都会向旁边的友人 称赞陈亚兰 陈亚兰有时会抱怨 我又被念了 有人都回复说 没有啊 杨丽花昨天晚上还夸你呢 陈亚兰也解释杨丽花 不称赞的原因 陈亚兰说 她不当面跟我讲 她的个性很传统 她会觉得如果当面称赞你 你就会飞上天 就不知道反省自己 但我其实也已经有年纪了 我会反省 她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妈妈 陈亚兰真的很爱歌仔戏 在歌仔戏产业 有很大断层 陈亚兰拍摄嘉庆军游台湾时 即便有文化部补助 仍有几千万的资金缺口 为了拍好她 陈亚兰不惜卖了三间房产 现在在杨丽花家 陈亚兰说 动画不仅都是钱 现在电视讲究精致 需要配声音 还要请专业戏曲导演 唱腔指导 身段指导 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都是要钱 陈亚兰说 歌仔戏真的需要全民保留 因为这是台湾文化 但都是我们在扛这个责任 陈亚兰被长辈骂过说 歌仔戏又不是你的 你把青春跟钱都花在这上面 老了怎么办 何篤林也念过她说 你真的不可思议 脑壳坏掉了 把钱都花在这个上面 但陈亚兰仍放不下心中使命感 其实陈亚兰家族有 僵直性脊椎炎的毛病 这属于不治之症 没有办法完全治愈 只能认着 她年轻时四处拍戏 到厦门主持娱乐节目 常常忙到没空 只能在飞机上睡觉 醒来又忍着背痛继续工作 前半生辛苦赚钱 原本她早就能退休在家 喝茶看电视 却为了一部戏 把养老金都用光 陈亚兰自嘲说 确实要把养老金花完了 但看到作品受肯定 又觉得还是有点欣慰 拍完嘉庆君游台湾时 资金与后期制作的双重压力下 让陈亚兰一度累到沮丧不已 她还对恩氏杨丽花讲出这辈子 最大逆不到的话 陈亚兰说 拍完后 我跟杨阿姨撒泪 说对不起她 我不做了 杨丽花知道 她一路的辛苦 并没有试图说服她 但试图两都知道 彼此放不下 陈亚兰说 她现在还是三句不离歌仔戏 还是希望歌仔戏 能永远地传承下去 杨丽花是场观摩 国际串流平台 甚至还提出 想拍歌仔戏版的 由于游戏的想法 陈亚兰认为 未来若有更多企业 共襄胜举 或是全民集资 企划支持 她会考虑其可行性 此前陈亚兰 还邀请了曹雅文演唱 《嘉庆军》由台湾主题曲 《嘉庆军》 并与她合唱片围曲 《游台湾》 不过陈亚兰因宣传形成 导致牙龄发炎 用脸浮肿 必须紧急吃消炎药 她还请人去抓中药监来吃 众人提醒她要注意身体健康 而陈亚兰也透露自己 因为工作瘦了三公斤 但却被朋友误会 瘦了十公斤 陈亚兰透露 她也邀请了 武雄老师填词 之前在《天龙传奇》 陈亚兰却有邀约 她写主角的歌曲 陈亚兰认为 她非常有文化 此次武雄老师 推荐张三老师制作 进而邀请曹雅文担任 嘉庆军由台湾主题曲 与片尾曲的演唱者 没想到邀约后三天 曹雅文就得到金曲歌后 陈亚兰笑喊 曹雅文有得到 她演的皇帝的加持 而这次曹雅文跟陈亚兰合作 曹雅文的妈妈 与少女心喷发 直呼想嫁给陈亚兰扮演的皇帝 陈亚兰自曹雅文 参与选秀节目比赛时 就有关注她 认为她有实力与才华 唱出了台语歌曲的新境界 此次合作 陈亚兰还大赞说 她唱得非常好 她也说 这次两人是双亚合作 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俩在录制由台湾时 挑战30秒内 可以唱111字的Rap 陈亚兰形容这段Rap 还是曹雅文 侵入Demo给她练习 陈亚兰夸她很厉害 唱得脸不红 气不喘 曹雅文则回应说 自己在家里练习很久 谢谢亚兰姐的邀约 陈亚兰笑说 一开始觉得台语Rap哪里难 还心想我录音 只要一次就能过 我得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前辈 结果她一进录音室 才知道不容易 在录音室来回录了10次左右 才成功 但也是相当厉害 问起拍摄歌仔戏的职业灾难 陈亚兰大吐苦水说 我穿古装扮男生 头套得套整顶 头发包在里面 整个发际线往后 要粘胶 结果要用酒精擦胶 有残胶 我就很用力擦 用力洗头 结果我发现我掉发 发际线往后移了不少 再加上夏天戏服 还要包得紧紧的 嘉庆军少年狼 还要金兽 我又要竖胸 身材还得维持一定比例 又要跟女主角谈感情 还要武艺切磋 飞天遁地 真的很辛苦 陈亚兰长期演出歌仔戏 身材保养得宜 问起神秘的感情世界 陈亚兰笑说 婚姻大事就是嫁给歌仔戏 我其实顺其自然 都走过 看过 也经历过了 凡事不要强求 他认为强求就会有怨言 其实陈亚兰感情史 也是相当丰富 他曾与张国立 明导蔡月勋 萧登彪 沈梦生等人 传出绯闻 1993年 他和已婚诗文兵 被公司安排为对唱情侣 为了要补出超友谊 隔年诗文兵婚姻破局 更是传闻的真实性 甚嚣沉上 不过最终二人之间 也没有什么好消息传出来 如今仍是孤家寡人的陈亚兰 对感情抱持随缘的态度 虽然有人想介绍对象给他 但几乎都没有下文 陈亚兰说 我不排斥有个伴 但早已决定不生小孩子 我觉得我不会教育小孩 之前想要结婚的时候 有思考这件事情 但看很多人的例子 生了小孩 我出去会很担心 如果小孩发生什么事 我会受不了 我会想很多 所以二十多岁 我就决定不生了 现在陈亚兰将重心 放在事业和进修座上 几年前她考上台湾师范大学 国际时尚高阶管理硕士 在职专班 每天忙到只睡四小时 也甘之如頤 毕业后 还荣获台湾师范大学 108学年度的杰出学生奖 成为首位或杰出学生的硕士 在职专班的士大学生 真是可喜可贺 陈亚兰的经验 和对歌仔戏的传承精神 着实令人钦佩 我们也祝愿她以后 能有一个美好的万年生活 第58届金钟奖 将于10月20 21日举办 本届典礼由陈亚兰搭档 刘品妍主持节目 钟心灵独挑大梁主持 戏剧类颁奖典礼 三人金12日出席典礼 主持人公布记者会 表示为了把宝贵的时间 留给入围者 已经决定不走星光大道 为了控制典礼时间 主持群长苦恼 要不要管控得奖者的得奖感言 三人表示 这次会把时间留给得奖者 去年得到师弟的陈亚兰坦言 不知道去年超时多久 得奖时的情绪很亢奋 我去年就体验到辛苦三十几年得到奖的心情 是对这个产业的热情 跟对家人的感谢 我们今年还是要让主题清楚明显 希望整体氛围温暖 陈亚兰2009年曾与徐乃琳 白星会一同主持第44届金钟奖 她透露当时恩师杨丽花特别借出价值不菲的珠宝视频 这次就不敢再劳烦了 她会给我礼服的建议 不会直接帮我选 现在对我比较放心 她说 宣布主持后 杨丽花担心增加压力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叮嘱 她看到主事绝食有夸奖我们三个很漂亮 她去年为了我等到很晚才睡 称赞金钟奖一年比一年好 很精彩 谈到主持压力 陈亚兰开玩笑说不紧张 因为目前什么都不敢想 一想就会睡不住 我们有不断开会 希望把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现在不敢想太多 不然活不下去 刘品言说 一年参加金钟奖都像一场欢乐的派对 她希望今年可以延续同乐会的温馨氛围 陈亚兰主演的台是60周年歌仔大戏 嘉庆君由台湾收拾口碑加评如潮 陈亚兰身兼制作于主演 最新剧情里她饰演的嘉庆君不惜诚挚恶人 从鹰气逼人的电眼天王小生 男扮女装摇身衣变成了娇艳美丽的美女 甚至使季出嫁 这是她睽違八年后 在歌仔戏演出女蛋 让观众看得十分惊喜 还被众人打去说 亚兰姐只为大家示范一次什么叫男女通杀 陈亚兰笑喊自己从2012年在小巨蛋演出薛丁山与樊梨花后 就没有在歌仔戏中出演女蛋 她透露该角原本戏份很多 但私下拜托编剧 偶尔新鲜一下没关系 但不要抢了剧中女主角的风采 该角造型是专门邀请的台北时装周设计师王燕熙量身打造 一抹艳红色薄纱礼服 象征该角出登场及所有男人眼神 宠爱于一身的惊艳之感 而如此相艳动人的场景观众们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当年台式八点档神机妙算刘伯温收市人口冲破百万 皇帝霍正旗和皇后陈亚兰相携喜鸳样泡泡浴 黄少旗与简佩恩应是冲进浴缸作陪 把知名的汽车旅馆浴池搞得像酒池肉林 因为皇少旗、霍正旗、陈亚兰、简佩恩平常拍神机妙算刘伯温包的跟肉粽一样 为替首播庆功 台式与制作单位特别安排四人到台北市顶级汽车旅馆大喜泡泡浴 轻松一下 开了房间 陈亚兰穿上性感度都入狱 简佩恩则是套上旅馆准备的白色浴巾大路相间于美腿 皇少旗与霍正旗也为了浴巾秀身材 四个人全泡在一个浴缸稿时身 不过大家该录的录 不该录的也保护得很周到 皇少旗与霍正旗在里头套了泳裤以防万一 简佩恩也配备了小可爱短裤护身 结果只有陈亚兰的肚都一直往下滑 差点曝光 让霍正旗按捺不住 马上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老婆你这样太超过了 除了在事业上有优异表现 陈亚兰感情史也是相当丰富 与张国立 萧登彪 沈梦生传出爱美 1993年她和已婚师文斌被公司安排为对唱情侣 未料普出超友谊 隔年是文斌婚姻破局 更是传闻的真实性甚潇沉上 后来陈亚兰还和痞子英雄的导演蔡月勋有过一段恋情 当时两人合作情字这条路擦出火花 消息传出之后为世人所看好 最后却依然无疾而终 后来分手后至今依然单身 陈亚兰表示在演艺圈看多了会怕 很多人都为了小事就分分合合 当然也会影响我对爱情的看法 而且她属于较内向的个性 即使身边朋友都对她的感情生活感到着急 常常介绍对象给她 却几乎没有下文 陈亚兰本人也说 目前对于感情采取随缘的态度 其实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对于人生的伴侣一切随缘 就连算命的也要我随缘 对于未来 陈亚兰不操心 除了同住的侄女和助理能够互相陪伴 陈亚兰也有一事一有的杨丽花可以作伴 不过谈及未来的择偶条件 陈亚兰表示 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对方 她认为人和人之间出相时都会尊重对方的想法 熟视了放松之后 反而容易有争吵 就因为双方太熟了 说话太直接伤到彼此 所以如果能遇到尊重你的男生 无论时间多久才会都一样 虽然粉丝都担心陈亚兰会变成独居老人 但是只要她自己看开 一切一定会往好的方向走 即使一个人也可以很开心 出生于歌仔戏世家的陈亚兰 爸爸是高雄歌仔戏团的团长 妈妈则是当家小生 歌仔戏在那个年代挺受欢迎 亚兰的父母领着一家歌仔戏班 在澎湖与台湾间来来去去 亚兰出生十年后 举家迁移至台南定居 家里的歌仔戏班依旧演出 只是歌仔戏正在没落中 读书时的亚兰没敢让同学知道 家里靠演歌仔戏过活 毕业后 亚兰想从事美容工作 不过时运不济 那时没让她有机会从事美容工作 在完成国中学业后 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 不鼓励女生继续念书 家里也就希望她不升学 改去纺织厂工作 好赚钱供应哥哥继续念书 不料上班第一天 她却因为工厂满天飞的棉屑 而大过敏一场 最后就变成加入父母的歌仔戏团工作 但是张亚兰并不后悔 不愿对父母的决定 她反而乐观认为 演歌仔戏反而开拓了我另一个实力 起初 陈亚兰在歌仔戏团负责的是 些跑龙套的小角色 谁知 家里歌仔戏团中的小声忽然间闹起了脾气 不愿上台演出 苦了身为团主的陈爸爸 让我上吧 一次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上台 是她的处女作 本来不喜欢歌仔戏的亚兰 但是多多少少在台下还是用心地学了戏 或许潜意识中 她没忘记她是歌仔戏的女儿 不多久 台南的歌仔戏团中窜起了一颗新星 后来 当歌仔戏登上电视节目 明华元因为人手不足戒掉人手 她因此被相众出演宋仁宗 这场电视处女秀也让杨丽花注意到了她 杨丽花后来便主动联系陈亚兰 想要她加入自家的电视歌仔戏班 在加入杨丽花的电视歌仔戏班后 经过稳扎稳打的练习与栽培 陈亚兰亮眼的表现成为了老师的得意门生 她的一名亚兰便是由杨丽花所取的 之后一月成歌仔戏天王小声 陈亚兰在新西江岳一人演出两角 有正义有邪 原本是五间档的新西江岳改至晚间播出 一样受到欢迎 那档戏快落幕时 剧中下将龙悲痛地趴在床前哭着已死去的父王 戏外亚兰的父亲刚好过世 她哭父王 也哭父亲 很遗憾的 她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四年后台视晚间当歌仔戏乞丐与千金 她演出薛平贵一角 那一年乞丐与千金收视率为全省年度减两名 后来陈亚兰在2011年成立陈亚兰歌仔戏团 致力于传统文化歌仔戏的传承 制作的天龙传奇获得新闻局高画质电视节目补助 使魁为十年的电视歌仔戏在班上荧光幕 她后来也说 我虽然书读得少 凭着一些天赋 再加上妻儿不舍的努力 在歌仔戏 也还是小有成果的 如今仍是孤家寡人的陈亚兰 对感情抱持随缘的态度 虽然有人想介绍对象给她 但几乎都没有下文 陈亚兰将重心放在事业和进修自我 陈亚兰感谢恩师对于整部戏势必恭亲 亲自为嘉庆君设计佛珠和各种服装细节 至少有十多条 尤其对佩勒不能容忍有一点失误 杨丽花开玩笑说自己不只是嘉庆君由台湾的幕后帮手 更是幕后杀手 但她也强调 陈亚兰很乖 她有问题就问 我每样都叫 最后杨丽花还哽咽地拜托大家继续力挺歌仔戏这项传统文化 让一旁陈亚兰也红了眼眶 终身如父 是我一辈子的贵人 为了传承歌仔戏 陈亚兰有四年时间没拍戏 主持节目 没收入又要支出 她直呼 下一部歌仔戏等我存够钱 才有勇气可以拍 也希望她可以爱护自己的身体 将歌仔戏传播出去